先看營收 營收這個大立光 現在也被認為說 這個2024復甦可期 先進光大立光最近也蠻強勢 技術分析現在怎麼建議 好我想大立光真的 這個不但休息很久 而且也跌很深了 那我特別把周線把它打出來 你看其實呢 這個大概知道一點 技術分析的這個 這個操作方法的 我這樣一代你大概就清楚了 第一個 這支股票已經跌了一年半的時間了 它的最高點呢 也落在2022年的這個 最高5210點 在這一年半的過程當中呢 它是持續的往下跌 最低點跌到1525點 到了這個地方 大概是在這一個 2022年的6月的左右 那現在不一樣囉 這個是周線圖 現在這支股票轉成多頭 但是它在這個均線這個地方 開始去做糾結 所以很清楚的我們就知道 這支股票呢 股價在季線之上 周線的季線 周線的月線 而且在這裡做行情整理 上面有壓力 下面有支撐 其實有上過形態的知道 有知道形態的 簡單來講都知道 這個就叫做舉行的整理 那麼這個就叫做 箱形的整理 只要這整理一突破 我想機會會非常大 而且你看這個地方整理了這麼久 上面的空間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所以在目前上來看 我們的周線已經是多頭完成了 周線多頭完成 其實我們都可以開始 所做什麼 中場格局的操作了 所以現在在盤整等機會 但是要注意喔 不是現在馬上買 一定要等突破這個壓力 我們才能進場 因為從這幾根K棒 很明顯的看得出來 一上去就有賣壓 一上去就有賣壓 表示短線上來看的話呢 解套賣壓還在 攻擊的多方力道還沒出來 所以我們就等 等到一個紅K棒 也就是這個發號施令的紅K棒一出來 我們在日線塾上面就可以進場了 所以我倒覺得這檔股票是 第一檔可以開始鎖股 但是還沒有喔 要等 等機會來我們才可以進 OK 好 可以開始觀察 後世還可期的 另外來看到這個電子業方面 中國這邊有最新的禁令 從這個8月1號開始 者跟這個假的出口管制 那麼一般認為會對這個車載電池監控 攝像 行動 通訊 太陽能產業造成衝擊 那現在當然中國第一的這個產業 西方就是會有戰略性風來把它打壓 接下來包括輕能源 汽車 好 有沒有一個怎麼看 對 大家會不會比較擔心就是說 中國為什麼會被一直挨打 就是怕它壯大啊 對啊 你怕壯大 然後它都不會還手嗎 就你進我晶片 然後我就被你進 然後你給我什麼 我就乖乖的被你打 所以最近各位可以看到那個加根者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部分的一個反擊 那事實上它反擊的也沒什麼道理 因為加根者你基本上你是供應量很大 可是蘊藏量你並不是最多 因為最大的蘊藏量還是在美國啊 或者是其他的國家 只是因為之前它是高污染的部分 所以中國你開採的早 你開採的供應量大 可是這件事情就提醒了所有的西方 大家就開始盤點所有中國的產業 在全世界裡面試占率到底哪幾個最高 然後除了你那個單一企業是世界第一以外 還有你的供應鏈 整個的你的那個群聚是寡占 那所有西方盤點出來之後 全部都要去卡它 為什麼 因為這個東西就是我既然都已經把你 全家都已經操展了 我怎麼可能會留活口呢 對不對 我讓你最後還擠得來 但是它不是要讓全世界的貿易 因為這樣子被中國這一塊整個就掛掉 但是它現在在做的事情就是 你只要涉及我國防安全的部分 我全部都把你壓 晶片當然是其中之一 可是我問各位 你看它的 我們先不講車載電池 行動通訊裡面 兩家公司佔了全世界49.5%的試占率 一個是華為一個中心 然後你再去看監控攝像裡面 四家公司佔了全世界46.3% 這裡面就海康威視 然後你再來把太陽能的部分來看的話 四家公司佔了45.8% 如果你是西方你怕不怕 可是這個東西全部都被禁過了 你看華為也被禁過了 然後海康威視也被禁了 不然就不會有我們之前精銳的大漲 然後再來去看太陽光復 是不是也因為新疆棉的事情 可是這個你不敢進 車載電池你不敢進 因為你現在幾家公司 1 2 3 4 5 6 6家公司佔了全世界60.5% 可是你不敢進 為什麼 因為你特斯拉還是在靠寧德時代 然後你所有的一個美國電動車 你就是要靠中國電池 可是你如果真的是美國的話 你怕不怕 你當然怕 因為中國如果這一塊的電池 真的給它壯大起來的話 全世界都要看它的臉色 所以接下來的話 是不是就有更多更多的替代方案 最近豐田有出來一個新聞 他就說他已經開始把固態電池 這一塊的話 他已經納入了一個考量 而且他已經做成功了 可是問題是你固態電池做成功 跟你量產 這中間是兩碼子式 你可以做出來 但是你放在車子上 那是很久以後的東西 可是現在全世界裡面來講 除了固態電池 比固態電池更快的 基本上就是輕人 輕人這一塊已經做出來 你去看 在2022年的時候 就去年的時候 全世界賣了15273台的一個輕人車 這裡面的話 這個韓國居然可以吃到66.5% 已經韓國銷售了1萬0164台 然後第二是美國 第三是日本 跟大家想想不一樣 那我們現在回頭來去看 南韓現在是親上加親 政府跟民間在雙擊 就政府在補貼一半 然後民間就是現代 那日本現在是勢必公親 親國親城 現在基本上就全力的在拱親 就是由豐田為首 親國親城 就是從東京都開始 一直往下延伸 所以全世界現在在做的過程中 台灣這個地方 把今年定為輕人元年 然後未來要佔9到12% 我現在在講的東西就是說 輕人它現在只有一個東西 沒有辦法去克服 你基本上你要去做到 把輕人放在車子上 都不會有問題 你就是把它當瓦斯車就對了 對 但是現在是說 我們從港口做好了輕 然後把它運到加輕站 這個也都不會有問題 可是問題是輕用完了之後 你要用多少的頻率 把輕頻放在加輕站 然後再把這個加輕站的輕頻拿出 以後未來就是換瓦斯桶的概念 這樣子才有辦法把輕這個世界給提升 好 那現在我們台灣最快 今年年底的時候 第一台輕人巴士應該會做出來 是彩音做的 彩音能源做的 好 那整個輕人巴士的供應鏈在這裡 那我們現在就是把股票用像種子一樣 用高低價位來排序 第一個的話是高麗 高麗是做燃料電池 它大概就是300俱樂部 台達電 它跟它兩個在PK 時而領先 時而落後 好 那再來100俱樂部裡面 有中興電跟深微能源 50俱樂部就50到100的 有明安車王店跟這個康蘇 然後銅板價的話就是永威投控 我們現在一個一個來講 我們快一點講 高麗不用說 大家都知道 台達電也不用說 這個是做燃料電池裡面的SPS 然後中興電也是 深微能源 深微能源是自己已經開始 研發了一個事業部要去搞清 明安這個公司就是很有趣 因為它是在供應國內唯一的輕品 然後車王店是要做巴士的 康蘇也是做跟台達電相同的 永威投控是因為 它就是持有所謂的深微 那現在如果用股價的一個 結構來講的話 我們最後來提一個比較 大家沒有辦法想像的一個東西 就AI漲到這裡的時候 它已經把所有的股票都排擠了 就現在大家其實都認為 AI是主流 可是AI裡面有落對的 已經開始有脫對 剛剛這個林老師有特別提到 比如說你看著偽創跟音業達廣達 你就覺得說所有的股票都很棒 可是你跑去買人保你會被套 對 或者是你去看到情城很強 但你跑去買絮品你被套了 所以這個現在就是說 已經開始有一點點在分歧 好 但是同一個時間點裡面 這一些股票裡面 比如說華盛金能工漲停 或者是什麼什麼要開始轉向 它就是趁你在不注意AI的時候 它已經開始有一些股票有火種 那現階段的話 各位去看今天的明安 一個股票經過了一個大跌了之後 為什麼大跌 因為你高爾夫就不會出貨了 高爾夫現在大家都補貨補的差不多了 可是現在已經沒有人在 去做高爾夫的一個題材 對不對 因為他的壞已經反映在他的業績上 可是你股票在壞的過程中 你已經做了一個很像答體 然後今天突然一根紅棒拉上去 人家在想什麼 想是你國內唯一可以做清瓶的 對不對 就是做那個清瓦斯桶瓶的那一種 因為你那個清瓶一定要用卡繃來做 所以現階段的一個股價在落底的過程中 突然做了一個長陽棒 那各位再來去看康書 那康書在這個時間點上 因為他17號要繳款 所以他現在就是在繳款之前 很多人會賣勞股 認新股 那你等他把這個賣壓給化解的時候 搞不好人家繳完款之後 他的股價就正式動 因為接下來8月份要公佈7月營收的時候 你ABB的營收進來 你基本上就是今年成長5成 對不對 那這種模式就是高麗跟華幅的模式 所以我講到這裡的同時 就是要提醒大家 你一手是做AI的短線 這個我不反對 但是如果你要用中線的一個角度 來去佈局下一個AI 我覺得清能會是一個比較好的選擇 OK 給大家做參考 那麼左膝 這樣看不下去 就可以拍子 全邊轉送我們 今天就無名的 我們開玩耗 這個組織 是 我們開玩耗 我們開玩耗 走 我們開玩耗 感谢观看